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见证组 白孟辰 2021年9月7日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消息一经传出国际社会哗然 从此之后 塔利班执政之下 阿富汗人民各个方面的改变 也就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 近期新闻见证组发现这样一则消息称 在塔利班执政之下 禁止阿富汗人民使用手机 这会是真的吗 2022年2月6日 有网友在国际社交平台发布推文称 这是新激进派塔利班的做法 阿富汗塔利班出台了一项新的法规 禁止阿富汗公民使用手机 而一旦被发现将被处以死刑 推文下配以一段视频 孟致我们从视频看 满地都是手机 虽然这个视频当中没有配的文字 说有人被处于死刑 但是事态一定是很严重 对 因为我在社交媒体网络上也看了 有些人发了一段视频说是收缴手机 有些人说是销毁手机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说的更极端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要是被发现使用手机 要处于急刑 那么类似的这个说法 在可能国外的网络上发布 或者说是扩散的更广一些 因为我们说对阿富汗来讲 实际上一直以来 它都面临着一个数据 或者叫信息的不对称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就影响到了 我们说大家对阿富汗 对塔利班的这种认识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或真或假 那么之前包括我们说 有一些政策是不是由塔利班颁布的 或者说是某一个区域的武装组织颁布的 这些其实我们都不能确定 但是大家都会打着相关的旗号 来去说事 而且我们说美国的撤离 包括整个西方的撤离 也让世界对阿富汗很关注 所以相关的新闻 自然在整个世界扩散的效果 就会比较高 那么针对这样一条塔利班 禁止阿富汗人民使用手机的消息 它是如何传播的 消息的来源能否查明 我们有请调查员 魔鬼在细节之中 我是新闻见证组调查员马浩然 根据目标视频的说法 这条视频描述的场景 是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人民使用手机 于是我们在互联网上 是以Taliban、Foon和Ban 作为关键词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 进行了广泛的搜索 找到了大量的类似的视频存在 而它们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时间 是横跨了2022年的1月和2月 虽然我们找到的结果很多 但其实它们的阅读量 转发量都相差无几 并且也没有一个 特别具体的转载标注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确定 究竟哪一条是视频的源头 于是我们将这条视频 进行了关键帧分析 并根据分析的结果 进行了视频的反向搜索 发现与这条视频 类似的场景 最早出现在互联网平台上 是在YouTube上面 虽然我们找到的源头视频 和目标新闻的视频 并非完全重合 但是两条视频 人员服装的形质 包括拍摄的环境 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视频中的人 都穿着相同的带有肩章和袖章的制服 而拍摄的场地都很空旷 我们也在两个视频里 分别找到了吊车 那么我们的视频源头又从何而来呢 经过查看 它是由一个叫做 贾萨拉特新闻的账号 在2021年的12月30号发布的 而经过我们的搜索 贾萨拉特新闻是1996年创立 目前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的 一家乌尔多域媒体 那么经过调查员的这一番搜索 我们发现这个新闻 就我们能够查到的源头是 2021年的12月30号 是一个巴基斯坦的媒体发布的 我们下面肯定要去认真调查的 关键点就是它到底 这个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的是 阿富汗的问题还是巴基斯坦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间 实际上有比较长的一段共有的边界 而且我们说所谓塔利班 在巴基斯坦还有活动的是 我们通常叫巴塔 那么巴塔在巴基斯坦国内 应该来讲也制造了很多的 这种我们说恐怖袭击的事件 而且到现在为止 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恐怖组织 但是这点上我们说 阿富汗的塔利班的 大家对它的认识和判断 在发生逐渐的变化 它跟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之间 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有没有可能是巴基斯坦媒体 报道阿富汗国内的事情呢 这个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说终归在阿富汗 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们说 比如说之前一些这种黑市 包括我们说一些武器装备的流散 对巴基斯坦国内的形势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是有可能我们说 巴基斯坦的媒体 来报道阿富汗的相关的事情 但是具体来讲 因为考虑到它是沃尔都语的一个报道 所以可能我们的调查员 就要通过其他的手段 来确定它的报道内容到底是什么 是的 那我们再有请调查员看看 他是否能够发现这段视频 原始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巴基斯坦媒体的新闻报道 使用的语言是沃尔都语 而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了更多的细节 在我们的目标新闻里 这位戴着墨镜 正在用脚把手机铺在地上的男子 他的制服的绣标上 是有一面旗帜的图案 经过我们的鉴定 这是巴基斯坦的国旗 在视频的简介里 我们是发现了一段英语 称巴基斯坦的海关 是进行了大规模的 清剿走私物品的行动 而这次总共是销毁了 超过25亿卢品的违禁物品 包括烟 酒 手机以及化妆品 和其他的违禁物 调查员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帮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视频当中这个穿制服的人 他的臂章上 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国旗的标志 又发现了这个其实是在 巴基斯坦国内的一个 打击走私的事件当中的新闻 有没有可能真的在阿富汗塔利班 是禁止了使用手机 但是因为图片视频的来源 很难找到 所以这个发布者 找到了一个近似的视频 把它贴合在一起 有没有这样可能 现在我们只是能确定 它的这个文图肯定是不符的 那么后续我们说 到底是不是有真的 这个禁止使用手机这件事情 那么可能我们还是要对 现在我们在阿富汗国内的一些局势 但是情况包括我们能掌握到的信息 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那我们再有请调查员 对于阿富汗人民被禁止使用手机 塔利班发现的话 甚至会处以死刑 这样的说法 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 我们在互联网上 是以塔利班手机和禁用 作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 发现早在2020年的8月 自由欧洲电台的下属媒体 建陀罗就曾经发表了一篇叫做 塔利班在阿富汗动荡地区 禁用音乐和手机的文章 文章援引了一位阿富汗居民的话称 塔利班公布了新的命令 禁止年轻人携带手机 不让他们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也禁止男性剃须 不过这种说法是得到了 塔利班新闻发言人 扎比呼拉 穆甲西德的否认 同时在搜索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其实在2021年8月塔利班夺得政权之后 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了 美国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 副国务卿 Richard Stangel的文章 塔利班希望你的手机保持开机 文章称 在塔利班之前掌握阿富汗政权的时候 确实互联网的使用 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不过现在塔利班已经采取了一种 更加新颖的宣传的战略 目前在阿富汗的境内 其实是有超过100家的广播电台 和数十家电视台 同时阿富汗的境内 有70%的人都可以使用手机 社交媒体的常驻用户 更是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们知道塔利班的发言人士 是否认了现在他的执政里面 是不让大家用手机 不让听音乐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说现在阿富汗有70%的人口 可以使用手机 社交媒体的常规用户 占到了三分之一的数字 但是这几个数字是否恰好 说明了在阿富汗手机 还有互联网这样的使用 是有条件的限制的 我们看到阿富汗区域 所谓的不准用手机 不准听音乐 这些新闻 基本上出自诸如像自由欧洲这样 美国政府控制的 这个所谓的新闻媒体 这样的媒体 与其说它是要报道事实 不如说它要制造一些 能够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 这些所谓相关的新闻 所以它所说的 所谓阿富汗的某些区域 不准用手机 不准听音乐这些 至少我们说 从它的可信度来讲 你是要有一定的质疑的 我们确确实实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找到事实依据说 在阿富汗的人民被禁止使用手机 那么接下来看看调查员 能否有更多的渠道 获得更多的信息 为了进一步调查 我们视频采访了 生活在阿富汗的于大哥 于老师您好 请问您在阿富汗 主要从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在阿富汗是从事贸易 矿产这些生意的 那现在在网络上 其实是有一种传言 就是说塔利班是禁止 阿富汗的民众使用手机 如果一旦被发现 就会被判处死刑 从您在阿富汗的这种生活 和工作的经验来看 您觉得这会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吗 在我接触的这个 阿富汗这些人群里 大部分都在使用手机 而且有一些人使用两部 尤其像喀布尔 阿富汗 坎德哈呀 还有一些什么赫拉特 这种大城市里头 手机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大家也都经常的 使用一些社交媒体 至于说有些地方 有些人他没有使用手机 我觉得不是塔利班的限制 而是有些地方 比如说山区啊什么这些 他们整体来说 这个硬件条件 根本就没有达到 手机的信号完全就没有 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使用手机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 根据新闻见证组的核查 在网传的视频当中 说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人民 使用手机 已经发现会被处以死刑 这样的一条新闻当中 使用的视频并非来自阿富汗 而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 一场打击走私的行动 我们把它定义成文图不符 但是对于塔利班是否真的 对阿富汗人民使用手机提出了限制 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 但是说到每个人现在都离不开的手机 我们在互联网上还发现了 另外一条大热的消息 新闻见证组下节继续 手机充着电 然后接打了电话 喝了水 要这三件事放到一起 发生的时候 然后引发了这位视频当中的男子身亡 对大家也可以造成很明显的警示作用 在塔利班执政之下禁止阿富汗人民使用手机 这会是真的吗 实际上一直以来 它都面临数据或者叫信息的不对称的这么一个结果 视频当中这个穿制服的人 他的臂章上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国旗的标志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 对于它的安全使用也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前几天我们在网上发现有这样一个消息 称手机使用不当的话也会触电身亡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讲的这个事情 手机充着电 然后接打了电话 喝了水 要这三件事放到一起 发生的时候 然后引发了这位视频当中的男子身亡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确实让人很紧张 虽然这三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集中起来发生 但确确实实引发了观看人的注意 我个人在包括朋友圈 包括在国内的很多资讯平台 短视频平台 那么都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视频 那么还有很多呢 就是把视频截图之后呢 配以相关的文字 那么另外呢 就是类似的说法呢 在很多的这个家庭群啊 父母对孩子的教导里面 我们之前看到其实都有 而且类似的情况 我们说在很多问答平台 看到在这个视频出现之后 很多问答平台都会有人来问 说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当然这个回答者呢 有些认为可能会发生 有些会认为不见得会发生 总的来讲 我觉得这段视频 肯定是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 那我们就要问一问 视频的来源在哪 它拍摄的情况 是否是真实的情况 根据目标视频里的画面呢 我们是在网上以充电 喝水和触电 这三个关键词 在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进行了广泛搜索 发现了大量对于这个视频的转载 而他们的出现时间 都在2022年的1月10号左右 但是在我们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视频中的人物 无论是从衣着还是外貌特征 看起来都并不像是中国人 于是我们将搜索的关键词 变成了Drinking Water Charging以及Shock 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搜索 同样是发现了大量的视频 不过他们的出现时期 是在2021年的12月到2022年的1月 都早于在中文互联网平台 所流传的时间 同时这些账号大多都是印度账号 所以我们推断 这条视频在印度拍摄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于是我们对这个视频 进行了关键帧分析 并依据分析结果 进行了视频的反向搜索 发现这条视频 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的 目前是可以追溯到 一个叫做Gutajevala的 印度羽毛球运动员 是他在2021年的12月15号 将这段视频上传在了 Facebook平台上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上传之后呢 他又将视频的发布日期 调整到了2020年2月2号 好 现在调查员帮我们梳理了一下 他的传播的时间 他是从2021年的12月15号开始 在网上出现了 之后呢 是在今年的1月10号左右 大量出现在的中文的社交媒体上 那么这个也是从国外的社交媒体 传入到中国来的 所谓把这个视频发布时间 向更早去调整 是很多时候一些 比如说人员去发布了一些这种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啊 造成舆情这样的这个信息啊 视频文章之后 想要把热度降下来的时候 会采用的一种手段 因为我们这样一来呢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 相关的内容就不会拘前 而是要经过几轮的这个查找之后 可能才能找到 这个视频当时看了以后 让人非常的震惊的是因为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真实的一个场景 因为好像是要用这个 家用的监控摄像头 对 好像是被捕捉到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画面 这种家用摄像头的这种拍摄场景 那么我们很难确定就是 是基于什么原因 我们把这段视频能够截取出来 是不是说有些事故之后 大家对原有的这个视频的一个回溯 所以我们没办法从这个场景本身 来直接推测这个视频的真假 那我们再有请调查员出场 看看能否得到更多的信息 在我们对视频进行反向搜索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除了找到了这位羽毛球运动员 发布的视频之外 其实还找到了大量与之类似的视频 这两条视频的布景里面 有非常相似的内容 有完全相同的窗帘 柜子 台灯 地砖 茶几 以及边桌 而视频里的沙发虽然款式不同 但是花纹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我们推测 这两条视频应该是在同一个布景下 进行拍摄的 我们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还在片尾发现了一行非常小的 极易被忽略的英文标注 翻译成中文就是感谢你的收看 视频里有大量的剧本和模拟情节 仅用于娱乐和教育目的 于是我们打开了这条相似视频 发布者的Facebook账号 并在他发布的视频里发现了 大量拍摄手法相同 均为模拟生活片段的 在不同布景下拍摄的视频 而这些视频无一例外 均在片尾进行了相关标注 那么在我们的源头视频中 又是否有这样的标注呢 于是我们再一次打开了 Guta Jivara的社交账号 发现视频在标注出现之前 就已经结束了 并没有看到这行字 不过他的视频隐文却暗藏玄机 在几个控行之后 出现了展开字样的按钮 点击过后 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字样 为了进一步求证 我们的调查员发现的 这些类似的视频 我们向一个类似视频的发布者 发了一个邮件 问他这个视频在哪拍的 拍摄的目的是什么 结果他回了一个邮件 非常简单 就两个字 破坏 就是为了娱乐 或者说是为了教育 尽管视频当中 是一个模拟的场景 我们也能够确认 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子 并没有出电身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会不会有人恰恰像他那样做 并且遇到了危险呢 为此调查员进行了随机接访 那你有没有试过说 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 然后同时再喝上一口水 现在很少 以前有 有 可能有吧 比较少 可能自己没在意 没有 没有 这种是我送的 我经常 因为就是聊着聊着口渴嘛 就会经常喝着喝着水 这个也几乎没有 因为起身喝水很容易吧 我觉得不必 非得拿到手机更强 我之前那个前两天 我妈还给我转过一个视频 好像就是跟你说的一样 嗯 我知道这个知识不可以 我没有试过 有过 你去跟他说不得了吗 没有 偶尔是吧 没有 开电话会议的时候经常这样 没有 我觉得不安全 这个一般的不会 现在很少 因为我怕炸了 手机在充电的时候 既通话又喝水 到底会不会有危险 为此我们的调查员 走进了实验室 并且还采访了医务人员 手机在充电和接打电话的时候 它的电流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李娟工程师 来为我们做科学的解答 好 我们这里请 这是一台接触电流测试仪 能够模拟人体网络 那么通过这台仪表 我们就可以模拟在手机充电 打电话期间 那么流经我们人体的 接触电流值的大小 我看到屏幕上有一个数字 这个250μA 它有什么含义吗 250μA是对于适配器来讲 它是一个接触电流安全限值 我们现在给手机正常充电 这是一个测试探比 我们将探比放到手机听筒端 然后现在开启仪表 正常充电的状态下 流经这个模拟人体网络盒的仪表 显示仅仅它的接触电流值 是10μA左右 此外我们还模拟了 手机充电时接打电话的实验 测试电流最大 也仅仅只有12μA 即使直接测量充电器 接口触电流 也不会超过30μA 远远小于国家规定的 适配器接触电流安全限值 250μA 手机充电引发触电有两种可能 其一是手机适配器在充电的过程中 会产生泄漏电流 泄漏电流值超过了规定的限值 导致用户产生痛感 甚至发生电机伤害 是满足国家安全认证规格的适配器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通常是不会发生安全问题的 第二种情况是手机适配器内部 绝缘发生破损 导致用户接触到电网电源的危险电压 产生了触电 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 适配器内部电路的老化 或者是适配器经受了较大的外力 导致了内部结构发生破损等等情况 都有可能会增加 使用中触电的可能性 喝水打电话这个行为 并不能改变电流值的大小 所以其实喝水打电话 这件事情并不会发生触电 您是否曾经收治过 就是因为触电导致受伤 或者死亡的患者呢 最近接触的一个印象比较深的 他是这种电路的修理工人 他在修理的时候 因为一些可能操作上的问题 就导致触电 那也就是说 其实您并没有接触过 就是因为手机充电不当 导致触电的患者 没有 但是有因为使用手机 出现其他问题的患者 并不是手机本身的问题 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又说 什么时候在使用手机的问题 有一些人 他会在各种环境下使用手机 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等待什么 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道路环境的时候 也在使用手机 那你的注意力就在手机上面 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问题 其实之前接触过一个比较年轻的病人 他其实很可惜 因为他就是在看手机 然后等电梯 电梯门开了 但是电梯箱没有到 他并没有看到 就拿着手机 电梯门开了 他就走进去了 但是就掉在了电梯井里面 比较严重的颅脑的歪伤 其实是很可惜的 因为你但凡看一眼 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 经过新闻见证组的鉴定 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充电喝水导致触电 这样的情况 在真实中并不会发生 今天新闻见证组 见证的两条新闻 都与手机有关 手机作为信息时代 人们交流的重要载体 人们的生活 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它了 我们希望您在享受 屏内精彩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屏外世界的广阔 当然使用任何电子设备 都请您注意用电安全 新闻见证组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